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几天刷到一条欧阳娜娜跟马克西姆合作的视频 之所以点开看是因为马克西姆 因为上学那会儿玩游戏 她的那首野风飞舞着实让我印象深刻 但看完之后却被欧阳娜娜折服 那种见过千山万水的淡定 熟年于心的自信 以及举手投足之间的魅力皆令人心动 底下有条评论说 欧阳娜娜演奏大提琴的时候 全身都在发光 这或许就是见过世面的模样 只是站在那儿不用说话 你就能感觉到她的美 忍不住想去靠近 想去了解她的故事 见过世面的女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于是人云亦云活成了别人的模样 这几天考研报名 有几个朋友想报考我的母校 就问我报哪个专业更好 我就纳闷了 因为不久前跟她聊天 她还说正在找工作 为了准备面试还买了正装 于是就问她 怎么又转瞻考研了呢 她说 宿舍四个姑娘三个都在考研 我爸妈也说让我考研 我就考研了 那你自己是怎么想的呢 我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但是大家都在考研 应该是没有错的 虽然而考研的人千千万万 但考研的目的却各有不同 有人考研是为了提高学历 有人是因为以后要走学术这条路 你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为考研而考研吗 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只是随大流 别人干什么就干什么 那跟被别人操纵皮影 又有什么区别 对比之下 另一位朋友的人生经历 就堪称传奇了 刚上大学 大家还一天傻乐的时候 他就说他要考研 完了再读博 最后再去国外读个博后 回来就可以直接去高校 众人都以为他是说说而已 但没想到他竟是来真的 寒冬腊月 别人缩在被窝撬客 他去上课 六月天热 小姐妹们在宿舍吹空调 他却在图书馆读书 转眼大肆 其他人开始心慌 不知道是找工作还是考研 而他已经收到朔博连读的录取通知书了 旁人验线他有先见之名 他却说 我只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已 我问他 你怎么就那么明确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呢 他淡淡地说 了解得多了 见得多了 自然就知道自己心中所想 王家卫说 人的一生是见天地 见众生 见自己的过程 世面见多了 也就能够明白自己想要什么 目标自然明确 反观那些没有见过世面的人 往往是东一郎头 西一棒子 啥事都做不好 见过世面的女人更有趣 忘记是哪位作家说的事了 他说他们家人都喜欢一位远亲 周远亲是一个很传奇的女子 读过很多书 去过很多地方 因为工作原因 还曾在国外待过几年 每次远亲来家里拜访 小孩子都会扑上去围着他 听他讲故事 大人们也安静地坐在旁边 他就像一本百科全书 什么都知道 跟他聊天 就像坐着遨游世界的游轮 每到一站都有不同的精彩 跟这样的人在一起 一点都不会觉得无聊 他不会跟你聊哪个明星的八卦 不会跟你聊家常里短 而是带你跳出现在的环境 去到另一个世界 体验那里的风土人情 知乎上有一条问答 见过世面的和没见过世面的女人 到底有什么差别 有个高赞回答说 没见过世面的女人 是一本世面上流行的 能一幕失航阅读的小说 而见过世面的女人 则像一本世界名著 可以反复阅读 时间久了 流行小说变得不再流行 而世界名著 还是世界名著 西想还真是如此 跟那些有丰富阅历的女人聊天 你会越聊越开心 总觉得时间过得太快 而跟人生贫瘠的人聊天 常常会生出度日如年的感觉 见过世面的女人更从容 杨将先生跟钱中书先生 结婚的时候 曾发生过这样一件小事 双方商量结婚事宜时 前夫认为婚礼上 新娘必须穿红衣 得在钱家祖先裙下面前 长辈面前跪拜磕头 只有这样才算钱家的媳妇 所以这个礼必须有 杨父却认为这泰国迂腐 都什么年代了 还按清朝的费礼 按理说接受过新式教育的 杨将先生 应该也会强烈反对这个救诉 但面对二老的争执 他却说 不过礼节而已不重要 于是结婚那天 杨将先生就照着前家的传统 规规矩矩地结了婚 结婚后也一直很幸福 什么是见过世面 就是能够接受最坏的 也能享受最好的 低谷的时候不急躁 巅峰时刻不张扬 万事都能以一颗平常心来应对 丈夫女儿还在的时候 杨将先生就沉浸在 一家三口的岁月静好中 不焦不躁 后来一家三口散了 他也能坦然地 接受生活的磨难 然后独自一人过好一生 著书翻译 设立奖学金 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幸福的时候没有迷失自己 痛苦的时候也能从容应对 不管发生什么 都能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去拥抱新生活 不慌不忙平淡自如 就是杨将先生的一生 网上有一句话 这样形容讲过世面的女人 上得了厅堂 下得了厨房 吃得了红酒西餐 也吃得了路边的麻辣烫 住得了五星级酒店 也住得了帐篷睡袋 他们可以吃很多很多苦 毫无怨言 也能享受很多很多福气 毫不张扬 世界万般都了然于心 这就是从容 估计有人说 我也想见世面啊 但是我起点太低了 就拿欧阳娜娜来说 六岁的时候 她开始接受大提琴训练 而我还在玩泥巴 十二岁她开演唱会 而我只参加过六一儿童节的大合唱 十八岁她留学波士顿 我还在社会大学挣扎 是的 每个人的气炼都不一样 但是没有关系 一辈子很长 我们可以用余生来经营自己 想要增长自己见识 不妨看看下面这些建议 多看好书 杨将先生曾把读书比作串门 放开一本书 就是跟不同的人聊天 在这样的过程中 你的见识也就随之增加 而且读书这件事 随时随地可以进行 没有必要说 专门抽出一段时间去读书 多出去走走 从前些年开始 每年都会和朋友 一起去一个城市 时间不会长 但就算短短几天 你也能体会到 一个城市的不同韵味 想来旅行最大的收获 就是开阔眼界 拓展心胸 用丰富的阅历 来沉淀我们的气质 多跟人聊天 相比微信聊天 我更喜欢坐下来 面对面跟一个人闲谈 不用刻意找话题 天南地北地扯 聊着聊着 你就会惊奇地发现 哇 关于这个问题 他竟然从这个角度去想了 自己之前想的时候 就没有发现这个点 一个人就是一个宝藏 跟不同的人聊天 就是挖掘不同的宝藏 多跟人交流 你会学到很多东西 杨岚说过一句话 有人会问 女孩上那么久的学 读那么多的书 最终不还是要 回坐平凡的城 打一份平凡的工 嫁作人妇 洗衣煮饭 相夫教子 何苦折腾 我想我们的坚持是为了 就算最终跌入繁琐 洗金千华 同样的工作 却有不一样的心境 同样的家庭 却有不一样的情调 同样的后代 却有不一样的素养 同样的道理 见过世面的女人 最终可能只过了一种平凡的生活 但是她们却能在平凡的生活里 活成一束光 即使平凡也是不一样的色彩 她们的格局 她们的眼界 她们的阅历 会一点一点影响自己身边的人 让生活蒸蒸日上 有一句话说 你走过的路 读过的书 看过的风景 流过的悲伤 爱过的人 组成了现在的你 你的过去有多丰富 未来的你就有多丰盛 所以趁着大好时光 多去看看这个世界 总有你意想不到的收获 好了文章就为您分享到这里 关注读者新媒体 一起成为更好的读者 我是应游 让我们在下个夜晚 不听不散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的手